這個元大的50反應這檔股票 其實是在ETF的 熱門排行榜當中 搜尋量第一名的 那我看空台股的話 我應該有沒有賺投 你看全王都跌了 對 結果沒有想到 有人來這個地方 想說我做一點 避險的布局也好 但沒有想到元大50反應 今年來跌得更慘 跌幅是16.51% 你看很多融資都透在當中 但外資比較聰明 是最近才在做進場的動作 所以聰哥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因為散戶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電子股 但是偏偏愛股對時機 傷他最深的好像也是電子股 愛不到人 對 我們怎麼看這些散戶熱門股 我覺得目前的狀況來說的話 這個散戶最愛的電子股 今年真的三個散戶非常重 尤其是這一段時間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先來給大家看 其實台股一直在高檔 震盪 震盪之後 你看11月30號爆出一個 2235億的超級大量 這個大量之後 一下去之後 幾乎所有的電子股全部都套牢 我們剛才講的 你看包括說像鴻海 那時候還多少錢 現在都已經跌破那個價位 台積電也是一樣 不用講連發科什麼 所有股票全部都跌過去 所以現在整個不只是散戶 所有的外資全部都套牢 所以現在資金已經悄悄的 開始漲效 可是外資不是在進行結帳嗎 對 因為它在結帳 所以它不可能大量的買進 所以現在我們觀察大盤 很簡單 除非是說它越過這一根大量 越過這一根大量 電子股就有機會回到 成為主軸 不管的話 你上去碰到這根大量的時候 如果你快要解套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動作 賣 今天才1000億 兩千的量 2230 所以你就知道 上去之後壓力重重 所以從現在為止來說的話 整個電子股完全都幾乎是 呈現一個不能碰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講說 為什麼今年電子股 對很多散戶受傷非常嚴重 當然首當其衝的 就是鴻海這檔公司 鴻海 那個大家說的暴復性反彈 倒撞反轉 結果通通打臉了 我跟大家講 今年你要再關心台股 你沒有買鴻海的 真的不太可能 今年鴻海郭台銘先生 他還去見了川普 然後什麼美國設廠一大堆利多 哩哩哩哩 然後外資還出去一個 200塊的這個報告 你會真的不想買嗎 散戶過去都認為說 坐鴻海一定溫氧 結果你看 真正散戶買比較多的 你知道是從什麼時候 就是從9月開始 從9月開始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融資 我們看融資以後 從9月到現在為止 融資增了2萬多張 2萬多張你看 9月多一直增加 增加2萬多張 結果現在股價了 那時候融資增加 大概都在100出頭左右 那時候甚至還有人說 跌破100元就是買點 結果你看 現在一路跌到92.5塊 所以對很多散戶來說 套勞非常嚴重 融資一路增加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是大盤 外資一路賣 對 鴻海更明顯 你看 一路賣到今天 對 沒錯 但是散戶在這段時間 其實買了非常多的這個股票 剛才我們講到 熱搜排行榜的其餘幾名 像中華電視劇是沒有漲 沒有跌 但是後面幾名有面板股 面板股今年其實也表現得不好 還有另外一檔熱搜的 也是這個聯發科 今年也表現得不好 所以就知道說 事實上今年的電子股 尤其到下半年之後 大便 普遍都表現得 不太好的一個狀況 你覺得最遛開的台積電吧 鴻海的報復性反彈 現在已經落空了 今天感覺應該換台積電 報復性反彈 兩大這個賤券頭版頭條都說 這個張特末董長 打臉外資 結果今天股價怎麼好像打回去了 為什麼這樣子 你看 事實上在11月30號那天 你看爆出一個歷史的天量 那這個天量爆出來之後 當然有人賣就有人買 所以他目前在這個地方 持續的震盪整理有沒有 就是在這個大量區的這個地方 大量區震盪 除非他真的能夠站上在一天 這個跳空缺口之上 否則的話 目前的壓力重重 你只要上去 上去的話 一定都有人賣 一定都有人賣 所以就目前的狀況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整個投資方向 已經慢慢的改變 我們以這個資金比來說 過去電子股動輒 每一天都是七成 七成以上的成交病 有時候熱的時候快到八成 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你現在目前盤中來看的話 有時候都不到七成 有時候甚至更低 那表示什麼 資金整體已經往外移動 往外移動到哪裡去 你可以看到說最近起的像紡織 或是說像塑化 甚至像部分的金融股 很多都開始熱了起來 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是已經不太一樣的 一個情形 而且你看到 如果你用最近的盤中來看的話 盤中的話 往往漲幅最高的 都不是電子股 你看像這幾天的話 玻璃 電器 你看食品 航運這些 都是到船產去的 所以現在有一個風 就是這個風 慢慢的往船產方向去吹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其實我們剛才也講到 不只是散戶套勞 其實現在很多部分的大戶 外資他也套勞 他也套勞到那些 大量的股票上面 所以他現在 他資金也只有一套 尤其現在是要結帳對不對 結帳的多 買的少 買的少的時候 他就只能夠往 他比重輕輕的 一點火就可以往上漲了 當然就是那些傳產股 所以現在整個投資風向 其實真的已經轉變了 我勸這個散戶朋友 不要再去追蹤過去的這個風向 現在風向已經轉變了之後 那不妨就順著這個風這樣吹下去吧